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二段的部分 第二段刚刚是讲美国 现在就来对比之下 现在看另外一个文化的是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在拉丁美洲还有这个南欧 Europe 是欧洲 南欧 在这个地区呢 看看人们讲话保持的距离是怎样 我们来看 People prefer prefer这个单字重要 比较喜欢 可是呢在拉丁美洲还有南欧 这个确实老师这个出去参加IM年会的时候 那些南美的一见面 他们就是抱来抱去的 他们没有握手 但是我们碰到美国人 几乎都是握手的 所以呢这个拉丁美洲还有南欧的人们 比较热情 他们比较喜欢 a lot more a lot more 就是更多的肢体接触 在什么时候啊 During 在他们的normal conversation normal conversation就是一般正常的一个交谈的时候呢 During是什么期间 拉丁美洲的人跟南欧的人比较喜欢这个更多的一个肢体接触 这样的远远的好像一点感情都没有 所以他们都靠得很近 a common greeting就是一般很普遍的一个打招呼啊 is kissing就是这个under cheek 什么叫kissing under cheek 就是脸颊这个对脸颊这样碰一下 这叫kissing under cheek 确实是这样子的 is common for friends 所以又来了 这个是形式上的主词 it 真的主词在这边 hawk 好 那么他说啊 这件事情是很普遍的 for friends对朋友而言 这是这件事情很普遍 朋友马上补充 什么朋友 both men and women 不论是男性的 或者是女性的 也就是说不论是男士 或者是女士们 那么朋友 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什么是很普遍的现象 在这边 假主词 真主词 to hug each other 彼此拥抱 什么时候彼此拥抱 when they meet 这是表时间的 复词指句 也就是说啊 当对视代替朋友 当朋友们 见面的时候呢 他们彼此拥抱 这个对男士 跟女士的朋友而言 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所以我们碰到这种 虚主词 真主词的一个句型 我们最好是 从真主词先翻译 倒过去翻 这样子会比较像 中文的一个语法 好 继续往下看 when they talk 当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呢 在讲话的时候呢 这个他们通常会怎样 they generally 他们通常会一般说来 他们会 stand closer than American do 他们站的会 closer than 比什么人 还要怎样啊 还要靠近 American do 这个do是代替什么 这个do 就是代替前面的一般动词 做动词 do the buzz 就代替前面的动作动词 那前面的动作动词 在哪里 这个stand 所以他们一般而言 站的会比美国人 站的那个位置呢 还要更靠近彼此 朋友之间一交谈 马上就靠得很近 我们这个台湾人也是一样 好朋友站在一起 哇 这个要抱来抱去 这样子才表示 很亲密的一个行动 另外一个 and they touch each other more often 并且呢 他们朋友 不论男的女的 他们就touch touch就是怎样啊 会肢体会扑冲 好 碰住就是 这个拍拍肩膀啊 还有握握手啦 等等 好 彼此会肢体的扑冲 more often 更长 比美国人 还要更长 有身体上的一个接触 好 肢体上的一个接触 所以这个是在 拉丁美洲 还有南欧 一般朋友 碰到的时候 他们的情况 会脸颊 好 会扑冲 然后要拥抱 那美国就不行了 就要保持 一个手臂的距离 那就是不同的文化 有不同的规定 最后这边 要进结论了 next time 下一次 when you meet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y 他说下一次 当你有遇到 人们 什么人们 来自于其他国家的人们 那这个from 当然就是我们的介细 是片语啦 很简单 you should try to 你应该要 这个 记住 keep什么 in mind 这是一个片语 你要设法 记住 好 记住 牢记在心 these culture differences 把这些文化的差异 要牢牢的记在心上 可是 老师去加拿大的时候呢 因为这好朋友 我们一样 也是用怎样啊 这个脸颊 像 这个左边碰来又碰右边 两边碰来碰去 然后呢 这个拥抱在一起 这个我们去加拿大 参加年会 也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 这种这个文化的差异呢 往往我们都会疏忽掉的 好了 这是第二段的一个结构的分析 我们把一些字词 再来念一下 normal normal是正常的 greating是打招呼 hawk是拥抱 generate 一般说来 keep什么 in mind 这个地方老师做一个补充 你牢记在心 如果是受词很短 就会摆这边 如果受词是很长 用let的指句来引导 很长 就会移到后面去 这个时候 就会变成这样子的写法 keep in mind mind 好 let ok 这个语法就会改变 好了 这个是有关于文化差异 的一个结构分析介绍